我想就是散播战争即将发生的 这样子的讯息吧 造成这个 当然他作为军队的一个领导阶层的话 他也要随时提高他军人这个备战的 那个作战的那种 那也是当年 那种心理状态 对啊 不过讲的也 我是觉得他的讲法真的有点怪啊 美国你要据情报显示嘛 或据这个各种情报综合研判 对不对 怎么说我直觉告诉我 那干脆我昨天睡觉的时候 梦中有一个盲眼婆婆告诉我算了 那你美国那么多情报机构都可以猜测啊 对不对 你做了那上将了 你下面给你的情报 你看了以后你说我综合研判 综合情报告诉我 各方的情报告诉我 怎么搞一个直觉呢 我觉得这个直觉说法真的是 让很多搞情报 天主 天主啊 对啊 那你这样搞情报的人 人家都没饭吃啊 对 这么大的系统 人家那些情报 你都靠直觉做事 对不对 那你那你那你真的是 我是觉得这个人讲话的话 我要搞情报 我就说 就写封信跟他说 你下次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想把我们的一点价值 通通都抹杀了 你都靠直觉 那不过我觉得外委会主席的话 他也是应赫 应赫他的说法 对因为这些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 说起来跟这个兵工复合体 军工复合体啊 都千丝万缕的关系啊 没有战争 他们赚不到钱的 也没有政治现金的 一听到这些军员说 要打仗 他们心里 这个血脉就喷脏 想到的不是怎么样 想到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利益 就实质最具体最实质的利益了 可是亮哥 那我就好奇啊 就是说那众议院议长迈卡锡 说春天可能要访台啊 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对此他这边是非常的低调 不承认不否认 那到底要不要 会不会有没有可能 可能的话会是什么时候呢 那当然有新闻也报导 说五角大厦为此在预作准备 那国务员发言人的说法 就是说国会议员自行决定啊 然后说国会只是对等的独立机构嘛 可是问题是 现在 现在很奇怪的是 这些议员们 你看还有一位叫Tiffany的 她是支持曼卡锡来 还说邀蔡英文去华府演讲 然后美国的众议院跨党派的 那个中国特别委员会 甚至考虑来到台湾办听证会 举行听证会是到台湾来举行了 这是把台湾当成什么了吗 美国的属地了吗 有这种先例的吗 美国到其他的地方 美国以外的地方去开个什么听证会的吗 没有他如果针对军售 持不交货当然可以啊 因为台湾是当四方啊 他说有180亿美元 然后美国军方拖延交货啊 那他要请台湾出来当证人啊 这个不一定是实体啦 有可能是视频啊 视频 可是比如说我们假设台湾的国防部长 他说来台举行耶 这个口语啦 不一定是真的来啦 不一定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就是要给拜登政府的军方压力嘛 说你们到底在干嘛 可见我更挺台湾啊 那我好奇喔 就是之前也曾经有延迟交货的先例吧 那那时候有说来台湾来举行听证会的吗 这是第一次吧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今年是选举年嘛 这个根本跟惯例无关 这个就是在搞政治嘛 而且这个 这个召集人那个威斯康城这个议员 根本就是一个小咖的嘛 是麦卡锡的小弟嘛 是 所以麦卡锡要他干嘛他就干嘛嘛 那如果他说要提前 我们为了要催促交货 那台湾当然乐见啊 所以你要我怎么配合 我觉得台湾会配合啊 那至于那个什么 邀请蔡英文那个就是 目前还是个人意见 那个就不值得讨论啦 可是这个已经成立小组了 所以这个比较值得关注啊 邀请蔡英文到华府演说 这不可能真正落实了吧 不一定不一定 因为上次李登辉去Cornel 也是众议院的决议 很难讲 现在只有18个啦 可是会慢慢增多 这很难讲 很难说 这个我觉得麦卡锡 因为这个新闻是 国会的一个付费的小媒体爆料的 叫Punchball Punchball 那爆料之后他又很难否认 因为是他身边的人讲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并不是麦卡锡刻意的操作 因为他还是要考虑一下布林肯嘛 可是就是很不幸被人家显出去了 然后美国大媒体就跟进嘛 可是他们都说引述来源是这个媒体 你们去问他 那结果拜登跟白宫啦 还有麦卡锡办公室都不回应啦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真的啦 因为事实上去年 这个裴洛西本来要来的时间 就是复活节这个修会 一样 可是他碰到了疫情嘛 所以后来才延到8月 因为国会修会有一个短修会 跟一个长修会 那基本上他都可以来 这个时候4月这个是短的 要5天嘛 那他来两天就结束啦 所以本来就来一下就走了 裴洛西上次不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裴洛西那只好没有过夜 没有 对啊 就来一天就走了 他可能还去周边国家绕一下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就比照裴洛西去年的模式嘛 而且4月10号 1979年4月10号就是卡特 签台湾关系法的日子 所以是选过的 陪洛西也是这样想 他也是这样想 OK 那好 那所以如果介大使认同吗 因为刚刚亮哥说 蔡英文可能到华府演说 不无可能 当然有啦 那如果真的到那边去演说了的话 他是要准备两台读稿机吧 比照在总统府的规格办理 美国读稿机也蛮发达的 他适合到美国去当政治人物 美国政治人物 我也喜欢用读稿机就适合 对 不过美国读稿机比较小 比较小 他英文的嘛 对啊 对 他搞不好蔡英文要自己自费 带他的在台湾那 商用的读稿机过去了 比较保险一点 习惯的 还比较习惯一点 比较不卡 对 因为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 他一定要修会的时候 他才能出国 而且麦卡锡又是议长 他除非是白宫叫他去做外交活动 他可以请假出国 要不然在议期之间 他是不能出国的 通常情况他是没有理由出国 所以美国的国会议员要出国 大部分都是运用 所谓的修会期间 那正好四月大概就是这个 Easter就是复活节这个 美国议程他都排好 你在网站看 他这个修会什么时候有议期 什么时候修会都排好 他这次不来的话 可能就要拖一段时间了 那后面的情势就很难掌握了 目前说实话 情势对麦卡锡来讲 还不算太复杂了 不会之前最早亮哥预测说 应该是暑假 可是他现在有这个修会期 他这个就是他出国的时机 所以你看来过三个美国的议长 都是在四月 为什么 四月是Easter 这个四月九号是美国的复活节 国会一定休假 一休假这些国会议员 尤其议长他是不能随便出国的 那他正好他就正好他就出国 所以他这个不来 他就要往下一个移 下一个时候两岸关系又走到什么情势 他也很难控制 现在说实话 还算相对还算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我觉得他就快刀斩乱 反正夺取他个人的政治利益 共和党的政治利益他就会缺 因为再晚就会跟总统候选人打架 他会不好意思 总统候选人也要来就是了 当然啊 2024那个是总统候选人的场嘛 是 所以你众议长如果真的要动 就是今年了 嗯嗯 但很麻烦耶 现在那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维台军演是上一次裴洛西 2.0版嘛 就加强一下 大陆不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无人机飞越台湾上空嘛 嗯 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再封锁一个外岛 嗯 看起来的话可能就封锁澎湖吧 那金门没什么好封锁的意义嘛 那马祖更没有封锁的意义啊 嗯 对不对 那大概就剩下澎湖啊 澎湖一封锁的话 就让人想起了一期多少年 那个时候 康熙攻台的时候 施朗的军队就是跟郑成功的军队 在澎湖打了一场战争而已 就决定了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 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